再给大家伙聊聊蒙古族里边的汉族 这个历史上啊 从匈奴时代开始 就北方的游牧民到长城以南地区 他有的时候打过来 他撤退的时候会掳走一些人口 比如说工匠啊 一些有特长的人啊 他也需要劳动力 尤其是需要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在过去这就叫工匠 近代以后啊 自从这个清朝末年啊 当然可能更早也有 就是放肯 放肯就是王爷 把几万亩几十万亩的土地草原 让内地的人过来耕种 当然王爷他对口单位不是普通老百姓 比如说张作霖啊 张学良啊 阎西山啊 冯玉祥啊 段祺瑞啊 是跟这些大人物 大军阀接洽 然后成千上万的 无数的这个中原地带的汉族老百姓 进入了蒙地 就是蒙古人原来游牧的地儿 其实大家知道东三省吗 东三省 比如说就是离沈阳不远的地儿 离长春不远的地儿 离哈尔滨不远的地儿 很多地方原来都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儿 你看东北 辽宁就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县 一个复兴 一个喀拉钦 喀拉钦左旗还是右旗 我忘了 左翼还是右翼 吉林有一个前锅 前锅尔罗斯 锅尔罗斯的意思是江河湖海 喀拉钦是黑色的人 黑龙江有个渡县 过去叫杜尔伯特旗 叫杜尔伯特旗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在齐齐哈尔大庆那一带 所以就说汉人 汉民 中原人 内地人 口里人 官里人 不断的往边疆拓展 我之前做过讲座 讲的就是移民问题 在这个圆明园 单向街书店 蒙古人里边 很多原来就是汉人 这个 他们到了蒙古之后吧 他们举目无亲啊 那么他们就会和蒙古人 结成安打 安打就是干哥们 把兄弟 蒙兄弟 伙伴 就是这意思 你像成吉思汗铁木真 就有个安打 叫扎木合 然后呢 还有一种人 产生了一种人 在蒙古地区 叫隋蒙古 什么叫隋蒙古啊 当年呀 那个自然条件恶劣 治安呀 各方面都没有现在这么好 然后闯的人 基本上都是单身汉 有点像冒险家 又穷 不光是穷 有的人穷 他也老婆孩子热炕头 三十亩的一头牛 他穷 穷死 他也在家乡 能出去闯的人 都有闯劲 胆大 所以呢 是吧 穿鞋的 怕光脚的 流氓无产者 当然这么说 不一定确切啊 那么到了蒙古之后 他们叫隋蒙古 什么叫隋蒙古啊 本身是汉人 娶蒙古媳妇 然后慢慢的 就是蒙古的习俗 说蒙古话 然后都按照蒙古这一套 这也很正常嘛 入乡随俗 这个有个蒙江自治政府 蒙江国 后来被定义为伪政权 和满洲国是并列的 他的头叫德王 德木楚克 洞鲁普 德王是查哈尔王 查哈尔叫卡哈鲁 卡哈鲁就是蒙古里边 成吉思汗的嫡系部队 他最核心的 最正统的传下来的 后来这个查哈尔的汗 林丹汗被黄太极或者是努尔哈赤 应该是黄太极打败 并死在甘肃的大草滩 大草滩有可能是今天的天柱 天柱藏族自治县 有可能是肃南玉古族自治县的黄成滩 然后他死后 他的老婆儿子把那个元朝 传国玉玺 大明朝扫荡北疆 扫荡蒙古 扫荡这个瓦拉和这个达达 就是想要这个玉玺 一直没得到 那么给了 献给了黄太极 然后内蒙古 内蒙古啊 内扎萨克蒙古 四十九个旗 四十九个旗的王公王爷 共同拥戴黄太极 为他们大蒙古的韩 其实这个有点勉强 因为黄太极是满人 但是 但是他娶了克尔庆 哈尔庆 包括后来其他旗的 很多有成吉思汗血统的贵族的女性 所以这蒙古人也就是 稍稍的低下他高贵的头 也就算是得了 你是我们的女婿 你生的孩子 最起码有我们蒙古人一半血统 我们也认你了成吉思汗的后裔 你能够成绩大统 也算是延续了我们大元朝 大蒙古的这个 这个王位吧 这个 以脉相承 是这样子 包括我刚才说的很多汉人 汉人里边 最有名的刚才说的蒙江国 这个德王 他后来被说成是汉奸 他的子孙就包括谁呢 到台湾去的著名的蒙古族的女作家 习慕容 都是跟德王有亲属关系的 然后这个蒙江国首都 所谓的首都就设在张家口张远 张远 这个蒙江国的部队 跟着日本人的阿布归秀 还来进攻过巴陆军 也进攻过傅泽义 阎锡山 就所谓的维蒙军吧 其中有一个师长 叫李首信 李首信就是随蒙古 他在这边